第一個問題 中共國台辦主任劉傑儀 跟局長黃文濤 在近日也坦承 26條的措施是為了落實習五條 堅持一國兩制的制度安排與政策措施 所謂真金白銀 實質上是鍍金水銀 糖衣毒藥 散藥的外表卻暗藏著劇毒 台灣人民心裡一清二楚 不會受騙 北京當局再度推出新的措施 只是掩飾去年31項對台措施執行不當的事實 同時也反映美中貿易戰下 中國大陸經濟下滑及需至今投入 以及中共長期對我選舉所採取各種介入干擾的手段 國台辦已經明確表明對台措施不會停止 我們認為北京當局在選前 勢必持續透過各種利用分化 統戰滲透及虛假的訊息等手法 介入國方的選舉 以影響選舉結果 朝有利於統一台灣的目標發展 對於中共所提出來的對台措施 政府相關機關仍將嚴肅看待 並進一步評估及妥勝應除 同時也將落實相關的國安法制 以及民主的防衛機制 防止中共對我界選的影響 捍衛中華民國主權與台灣民主制度 那麼所謂二十六條 是中共對台商 以及對我方民眾一貫的養套殺手法的延續 沒有相關的投資保障 或是對於人權權益的保護 這些配套措施完善之前 絕對不利於絕大多數台商 經營與國人在大陸的生活工作 本會還是要呼籲國人要審慎留意可能的風險 維護自身的權益 因為多少的真金白銀 都抵不過武力威脅 外交打壓這些真槍實彈 中共意識形態的政治審查 對台灣人民的傷害